留言长头我是妍妍 记得高兆我是邱子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网络病毒 其实这个网络病毒全球都中招 也包括我们马来西亚 对那这个Wondercry呢 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已经爆发了 主要呢这个是 这个网络安全已经渗透测试 服务专家LE全球服务公司的创办人福中福 他就首次证实了 目前为止已经有两家企业 因为Wondercry的勒索软件中招 而且感染我们国家电脑的数目呢 已经是需要再进一步统计 其中一名客户呢 也是一家公司的董事 他的私人手提电脑在星期六的时候 遭到Wondercry的勒索软件感染 由于他不想要付这个300块美元 所以作为这一个解密档案的赎金 所以呢这个董事呢 只好彻底格式化这一个手提电脑 不过我昨天的时候还在网络上看到 Facebook网络上看到有一个 就是这个Wondercry呢 他在一家电脑上 一家电脑呢是没有办法完全就是发挥作用的 也被人家说是Wondercry一苦无泪 为什么呢 因为这家电脑太老旧了 他的window太老旧了 所以这个Wondercry呢 没有办法在他的那个上面发挥作用 哦 所以其实老旧的电脑也有优势的 对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对付这些病毒 是 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确实每一个人都可能会中招 不要庆幸自己肯定不会中招 有可能中招的那个人就是你 那么如何防范我们的现在的电脑的一个安全性呢 其中给大家介绍四个四个一个防御被勒索软件的一个攻击性 另外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随时要保持警惕 若邮件内容呢看起来太美好了或无真实感 就有可能是散播勒索软件的邮件了 尤其不要点击或者下载邮件当中的附件或者网址 所以说一般上的邮件你就要把它丢掉 丢到垃圾桶里去 第二点呢是定期备份数据 就必须要养成定期备份资料的习惯 应确保资料备份是安全的 而且不要去连接到网络上 也就是说把你的这个电脑里比较重要的资料 要保存到你的大U盘里面去啊 定期要保存的 然后第三点呢是停止使用红啊 就是红就是那个聚集的红哈 就是一个专业术语 红文件就是比较大的文件 红文件呢以成文勒索软件常见的载体 在使用邮件和文件时呢 应该禁止红文件默认使用 就default 而且以避免这个感染啊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经常更新补丁或清除这些不用的一些程式 你包括所有的电子电子设备都应该要立即更新 包括其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更要经常的使用啊 更更要更更新经常使用的软件啊 并要清除很少甚至没有使用的软件啊 等等这四个防范措施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这几个能够自己的电脑 对啊 避免被其他的这些恶意勒索的软件所攻击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啊 包括伊斯兰党跟公正党断交 那么公正党现在也有陆续的都有了一些回复 那么现在呢 公正党也说 他们将宣布辞去所有在吉兰丹州的政府职位 对呃 这个是因为伊斯兰党呢 在雪兰俄州的政府去留呢 是需要等到雪州大成 也就是阿斯米阿林的回复 在做定夺的嘛 不过这个公正党政治局呢 呃 是针对这个伊斯兰党还有公正党断交这个事情呢 呃 做出了一项宣布 就是这个公正党决定退出吉兰丹州政府 而且就是所有的政治委任的职会呢 都会辞去 这个是来自吉兰岛州政府的要求 那他也说这个现在各方大家都在关注 雪州政府的伊斯兰党的去留 不过这个会议里呢 已经讨论好雪州政府中的伊党行政议员的位置呢 呃 但是他没有说这个伊党是不是还会留在雪州政府当中 嗯 所以最后还是取决于雪州的州务大臣阿斯米怎样的一个处置 待阿斯米回来之后才得以知晓 但是呃 公正党在吉兰丹州的所有的政府职位都已经辞职 原因是因为呃他们公正党公正党是这么说的 是因为呃伊斯兰党这方面要求公正党的所有在吉兰丹州的政府职位必须要辞职 所以呢公正党就辞掉了所有的吉兰丹州的政府 叫政府的职位 呃 那么公正党这方面也说呢 呃 说呃 同意跟呃伊斯兰党所提出来的伊斯兰党跟公正党断交 呃 然后但是不赞同什么呢 不赞同呃 不赞同伊斯兰党给出的四个理由 呵 这也是可想知的 那么公正党这方面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其实公正党在综合 综合跟伊斯兰党与行动党之间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层面之上 指之间呢已经做到很到位了 呃 那么也变相的说呢 就是伊斯兰党这样的说法也就太决绝了 太坚决了 或太不顾情面了 呃 或太违背事实了 呵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呃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 我虽然呃 公正党跟伊斯兰党这在这方面 已经断交了 那么以后呢 必将会出现每个议席上的三角战 虽然即使希望联盟内部可以调节好 各个成员党之间的一个呃 选区不 选区不止 不会出现 即使哈 不会出现多角战的一个局面 但是呢 如果是伊斯兰党跟公正党断交 那么肯定就会出现三角战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将最后有利于哪些政党呢 勿容置疑最后还是比较有利于武统或者国政党 呃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纳吉访华的事情 纳吉呢 访华五天 先去杭州 又去北京 在这几天当中呢 似乎收负颇风啊 对 呃 总 主要呢 这个纳吉呢 得了四个大成果 其中第一个成果呢 就是马来西亚跟中国 总共签署了九项企业协议 包括了建筑啊 农业啊 经贸 还有基建等等这些领域 总贸易额是达到313亿令吉的 而且大部分计划都会在马来西亚进行 呃 除了这个柔佛的机器人 蔡拉越也从中送易 就包括了呃 跟中国方面 携手建设了甲醇提炼中心 呃 沙巴则是有价值一亿 3258万美元的 The Shaw发展计划 呃 呃 呃 第二个成果呢 是中国国家 习近平指这个马中关系 现在是处于史上最好的时机 所以习近平也感谢大马 愿意率先支持一带一路的政策 创建一带一路政策呢 其实在我们国家已经是呃 获益了 就包括像是东海岸的铁路计划 也获得了中国等等这些呃 进口银行的贷款 而这个第三项呢 就是大马数码经济机构MDC 阿里巴巴集团以及杭州市政府对大马数码自由贸易呃 这个签署合作量解备忘录 这个呢 主要是协助大马可以成为东南亚的数码经济中心 杭州则是成为中国的数码经济中心 这个会汇集国内外的呃 国内还有这个中国方面的小型企业 第四个就是这个大马和斯里兰卡双边会议当中 呃 这个纳吉表示大马已经准备好跟斯里兰卡 讨议 讨论这个两个国家自贸协定之间的事情 而斯里兰卡的总理呢 呃 也是欢迎这个外资前来大马投资这样子 嗯 所以啊 确实听起来是硕果颇风 呃 也是 近几年确实就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联络还是比较紧密的 包括之前的马云来到马来西亚建立数码自由贸易区 呃 同时呢 呃 因为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跟行都是有直行直行的 呃 那么在直行的条件之下呢 数码自由贸易区 作为东南亚呢 马来西亚是作为东南亚的一个首要的最重要和第一个转发城市 呃 中枢城市 那么另外杭州呢 在中国来说也是数码自由贸易区的一个中心城市 那么在这两个地方还有直直行这样子的一个便利的交通条件 所以呢 可以能够促进杭州的数码自由贸易区跟大马的自由贸易区进行联动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也是有效的加强了东南亚的数码自由贸易区 呃 或者互联网的一个共同的发展 另外的呢 还有就是包括最近也听到王建林也投资了大马城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 也是呃 有有很多的 就是我听到有很多的这个中国朋友就会说 哎呦 王建林去到马来西亚开发房地产 呃 这个因为嘛 因为王建林是开发房地产 呃 出家就是出身的 而且他的这个房地产生意做的也很大 挣了也很挣了也很多钱啊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 那么由此可以啊 看到呢 呃 逐渐的啊 这个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这些经贸关系 逐渐的紧密啊 紧密起来 在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之下 呃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呃 土著团结党的一些消息 土著团结党的一些消息 在槟城这方面土著团结党 他们想获得啊 三国十一州 那么这三国十一州是原本属于巫统的 对呃 是三国十州 呃 这个是 他们可以希望代表西连出征这些选区 也就是说希望这个 西连这个其他政党呢 都不要出来搅局 那这三个这三国十州的选区呢 就是属于土著团结党了 呃 目前为止呢 这个槟州西连呢 是还没有讨论到议席分配的课题 但是这个土著团结党这方面说 他还是会尊重主席做出的安排 另一方面呢 这个马朱吉呢 也是呃 并做了土著团结党主席呢 还有说呃 这个目前呢 已经是呃 跟行动党 并做行动党 讨论到个别的政治观点 以及第十四届大选的呃 筹备工作 不过还没有提及到呃 议席分配的这一块 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行动党这方面呢 究竟会不会让出这些席位 给土著团结党 毕竟呃 毕竟在宾州行动呢 还是老大嘛 对 宾州 然后在 呃 有有几个 原来的宾州哈 明明年的时候呢 有伊斯兰党 有伊斯兰党 也有行动党 那么呃 也有这个呃 公正党 那么原来固有的行动党的职位 肯定行动党是不愿意去放弃的 原来固有的公正党的职位 公正党如果获得该选取的国会议员和州议员了 也不会放弃该职位 另外呢呃 包括伊斯兰党能够流出的几个国会议员和州议员在槟城的 那就由呃 成庆党 还有土著团结党来瓜分 那么究竟怎样去协商成庆党跟土著团结党之间的这个议员的分配呢 呃 看来也是需要彼此之间互相协调的 那么究竟谁的胜胜算比较大呢 呃 相信这方面土著团结党 以他的党主席对马哈迪的声望来说 相信这个土著团结党的这个声望还是稍微的 还是比这个诚信党对于马来人的这种印象还是蛮大还蛮高的 所以呢呃 无论怎样最后的分配还是看各个政党之间的一个议员了